谢宝王改头换面 添砖加瓦 变成了一个18楼大酒店 真就是秉着 顾客就是爸爸的原则 来了就是爹 住谢宝王酒店吗 一毛钱添添酒面的那种 又是小海绵和老张搬砖的一天 正当海绵店呢 碎嘴了的时候 老张傻眼了 万丈高楼平地起呀 这还是我们平常工作的地方吗 咋这么有排面的呢 只见老谢穿个西装挺带派 在门口呜呜呜呜的 为啥盖个这么老高的楼 原来是因为老谢出于住酒店 人家把他当祖宗似的供的 重点是撒玩意的活跪 挣钱的道道 老谢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学习 就这鸟不拉屎 还得挨水母遮的地方 哪个脑瓜子有泡的 愿意来这儿啊 进屋一瞅 就俩字 气派 小制服一穿是真惊人 你别说还真有人来 可是一听 吃个饭还得开个房 人家可不干 哪有那闲工跟你一扯 成了傲娇 你我头都走了 这工夫派总来买美味谢宝 老张讲话 这是酒店 懂吗 另外你还得叫客房服务 懂吗 派总是个富二代 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秘密 那就来个房间 但是最主要的是 我的谢宝里要有cheese 那就先填个入住资料吧 我派总脑瓜的猛猛的 奈何没文化 不会写名 就网上画个字画像得了 小海绵那边抓紧你做谢宝 这边张鱼哥还得给我派总提醒你 咱也不知道这行李卷子啥时候打包的 死老陈的 老张这命苦啊 客人电梯不能用 愣是爬了18层楼梯上去的 这老胳膊老腿好像没折腾零碎 原来这箱子里装的都是大石头 我怎么过日子关你什么事啊 一切安置妥当以后 不忘给老张一块石头当消费 这早到小海绵这儿就不是石头了呢 这都不算啥 还让张鱼哥给他削谢宝皮 像急了我妈打土豆皮的样子 但是却让小海绵陪他一起吃谢宝 你说这哥谁谁能受得了 老张好不容易一层一层层楼梯下来 刚到前台派总又来电话 原来是小海绵掉马桶里了 吃谢宝吃到马桶可还行 之后还让老张给他搓后背的村 拍奶拔罐一条龙啊 把张鱼哥祸祸鸡个来的 撂嘴子不干了 衣服一脱光定拉茶就走了 再回来就是以客人的身份 对老谢有仇报仇有怨抱怨 老张也是下血本了 握出去让你伺候我一天 大老谢给老张公主抱 走楼梯到顶层 还点了个夹手指盖子 夹鼻毛的蟹饱给老谢吃 真是没有最损只有更损 不但让老谢喘一口气的 还要吃妈妈味的饼干 小海绵和老谢蒙面 找个章鱼妈妈 不说我还以为给老太太绑架了呢 狠了狠呆长得怪吓瘾的 这一步老张又开始挑刺了 嫌恶装修不好看 老谢赤巨子 换了海洋风 欧式风 监狱风啥的 没一个看上眼的 折腾来折腾去 又变回原来的样 这又想在屋里游泳 大浴缸小跳板马上安排上 这回可真解气了 太早可是个蹭热闹的主啊 光一声 其实尽尽游两圈 这一跳可不得了啊 谢宝王大酒店从顶层开始 一直踏到第一层 影片最后 四人包着跟纵的似的 在医院挂掉屏 一看到医药费 老谢又开医院的打算 看来之后 要去医学院进行了 都说顾客就是上帝 但是碰着胡搅 完成不讲理的 也是能够瘦的 今天啊 松开 观音走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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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